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二盆是罐子 看什么话可以 发第二盆 这盆是罐子 你比如说咱们按常理数 别忘了碎包水 咱们把心情这事给淘汰了 别擦那个谁也学不了 一般情况我们叫大学的时候 你就是发这个项目 持拍手先摆动 持拍手先摆动 一般情况我们在发学的时候 教小孩开始发的时候 都是发这个平派手开始 为什么呢 就是先让你把球发长 发快 然后才发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先要训练自己的板凉 成年人有个问题 因为第一个就是一看发丢了 第二个就是驾驶了 就发转 我们讲越发越怂 所以说你刚开始练 就立正法球发长 发长 发快 发转 有这个能力了 再争取法球 发短 发转 没有说上一个就练得特别短 特别转 因为你身体啊 你动作不协调 你比如说我几个简单的 这种事儿 纯粹的 放上去 是纯粹的下来 对吧 是纯粹的下来 你看啊 把这球 白手抛球下来 对吧 双手有个协调的配合 同样 同样 同样你和小儿 同小儿看这块球啊 两个这么发球 也是先 先摆这个 十拍手 对吧 练这种发球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纵向转 别这么转 这么转 你发多快 纵向转 就是脚着一前一后 这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这个乒乓球啊 发到最高度 发到最后 是要靠重心控制出球路线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我现在说的 说的最简单的一种啊 你看啊 我发现人家的重心 是在前腿上的 撑入这感觉 看到没有 我随着银喷 我这下肢啊 这重心靠腰啊 就到后脚上 对不对 然后 再到前脚上 靠着腰 它有那个 膝带有一个制动 它那个力量 就发出来了 对不对 你看 这是弹的 你看我这样是不心啊 看见没有啊 它不是手快 就是手跟重心 在一起啊 对不对 从下 慢慢地 然后你右手就开始发震气球了 你看 这是什么转的 这是转的 这是转的 所以说 我一般的时候 我就这么点 现在说 出戒 就出戒 没关系 出着出着戒 来了 你右手 非常转的 这种转的 它都非常转 那你学说 这么突然 这种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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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转的 有下转的 有下转的 对不对 也有上转的 也有上转的 是吧 你逆转的 它有问题的 它是这么转的 正好转的 正好转的 所以说很难发力 不是不行 它们的转的 是因为什么呢 是由于中国台内的时候 太厉害了 就是从波尔他们的学员开始 他在琢磨这个 他让你别人一下 而且还容易产生错觉 当然像波尔发那么好的 像张维柯发那么好的 太好了 没情况 不是 因为这个冰箱球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你打了三五年以后 你这个人 是对撞击感觉好 还是对摩擦感觉好 马上显出了 这不可能人人一样 对不对 有的人 这就是对摩擦的感觉 这个时候 你要练的时候 你就要旋转力 对不对 我就这感觉好 那问题 我就是发球 以不转 上转马上 我都挺打 以速度为主 对吧 因为人的人是不可能一样的 业余还有更多的吗 我推打好 照亮的一球 我所有的球 我的想法都推起来 最后推着球 我就往这儿端 告诉你 特别不惯 逼着你 哎 逼着你给我打起来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拉起来 你拉起来 你就得给我搓 哎 你搓起来 很简单 你要一吹一下 你必须给我搓 逼着你搓 我一挖起来就能打 对不对 挖起来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用花链 你轻打他能等着 跌鱼的他要回来 所以说这个发球 这个 一个是动向站 一个是引开 引开这个 手跟重心的一起动 这个问题 绝不能光明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刚才我说了 一个是反手画 他怎么也就是侧向下 你看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就是侧向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侧向 对不对 就是侧向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侧向 就是侧向 对吧 就是侧向 对吧 其实我跟你说 呃 就是你看看 看也能看得到吗 对 哈哈 不是 对 对 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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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跟你说 他就多了 你只把他还能 还能 还能 怎么花 啊 啊 啊 这也还是爽的呢 不好花力吧 这个 当然不好花 对不好 这也能画出创压权啊 对 不大 所以说 就那个花球这个东西 知道吧 一个是 白手 你看 白手 是吧 一个是重心 对吧 就是重心 这重心啊 还可能两个 两个腿 现在我说的是 就这种 你看啊 对左手来说 右腿 左腿 右腿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全都走腿 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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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一个是靠 合理的那个用力 和触手腿 还有一个重心往下压 它是重心 不是 不是 不是重心压着 你看 想高都高不了 对不对 你看这手 啊 手 对不对 对不对 看这手 以上都不办 哎 对吧 嗯 就这东西 这个手 腿 这种拼命 地脑搁的问题 其实都是从这儿来 都是从这儿来的 你看我 这样的小孩 五岁 嗯 就是 特别有用 特别有用 对 成年人发这种球 也许很多人 我跟你说 成年人 你要发出这种球来 发一百人吃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成年人没得胆 呵呵呵 没得胆量发的 对 对 你在那儿趴 我跟你说 成年人没得胆量 越小的孩子 越能发 一定的 我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不是让你最后发这个球 就是做一个训练的一个顺序 嗯 别上了 就是你这根热的球 就是我们俩都喊一条 就是给人家刀死板子 你先把这儿发快 嗯 发长 然后发转 随随发堵 你看 就是说 他回来空气 全面 全面是堵的 然后也控制 你看 来了吧 对不对 我短了 你看这儿就这样就大 往前冲啊 然后 然后 反正一收 我们上了就是一个 全发转 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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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车上有车上 对 这怎么见了 对你见我飞了 他刚才一路有飞了 没那事儿 然后会打的 就我转的小男孩 八岁一半 一本还不冲死 算大了 好 我咱干 没事发长牛 嗯 一本就出来 一般天 你喝就飞了 不是那你 不会的 所以说 所以说 这刚才是这样 你想非常好的 把街坊转捡 一个是有些技术工要练 还有一项今天 你必须练好 搓球 第二 发球 为什么 你发球发得越好 你就特别理解 你是怎么制造什么来的 这二话 不有帮助 理解对方懂 制造学生 不有直接的帮助 听话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只是说 你发得特别断的侧下 侧上侧下 你这动作都特别近似 你对方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很容易联想到自己 拉丑都不过呀 对吧 最简单的 普通上圆 胡圈还是上圆 一般的下圆 侧圆 这是右侧圆 这边发的是左侧圆 什么意思 右手的正手 发出来是左侧上圆 我左手 正手发的 是右侧上圆 使得是纵轴片的左侧 右侧而言 就是左手的正手 和右手的反手是一个圈 反之右手的反手和左手的正手 是一个圈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 就是你们都有念过 说的人一听着 合并同位相 慢慢再去琢磨什么 这个人发球 你比如说啊 他可以量化 这人发球 你接了几个以后 你慢慢慢慢有经验 以后 你可以量化这些人 这个测下 大概是七分三分测 有个人是正好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测权你必须理解好 所谓测杀 其实是个测权 它不可能发球纯上圆 纯上圆不快 它一定是测权 就是什么意思吧 测权越多 就是测权 你连我现在啊 我得把银子这样 我不厚一头啊 我把你画的纯色 这一定是上圆 你还在硬推 但是 我想发球测下来 这板型一定是这样 对吧 它都不敢推了 我给你们放大了 但是我想发测权 我一定是这样 你画 对不对 答啥了 发的高明了 那都不一样 有人躺着发球测上 听个字 它是用哪儿发 它不是用这儿摩擦 它用这儿摩擦 它用这儿摩擦 它是用啥锅摩擦 用下锅摩擦 肯定是下锅 它用啥锅摩擦 这儿不转它 知道吧 这里很多窍门的 就是 你用哪个拍子 哪个柜出球 是同样的 但是出来却变得不一样 我尽管这板型的后眼 我用这儿摩擦 刚才美球这么发球 其实也不上去 就不转 但是我想发球测上 它板型越测 越测上就多 就是 凡手这么划 右手这么划 对板型是这样的 力的都 这出来了 真的测上 但是它要想发测下 它板型就这样的 卡 容易一点 你接住的时候 就中间偏下一点 这个靠你的这个 对这个拍子 和这个出球铁的理解 这别厉害 对吧 道理就是这些 对这个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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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拍子